美国知名经济学者,财经唱销书作家邓特,Harry Dent,近日警告,美国经济即将陷入地狱,一场大型股灾即将到来。最迟在今年6月底前,美股将上演史上最惨烈的崩盘,并将视身的大规模经济衰退的开始。 此,外国媒体引述邓特指出,虚假营收,虚假GDP,虚假利率及超高估值,让局面越来越站不住脚。由2008年以来,市场泡沫不断膨胀,而联储局一直透过印钞来避免下一场巨大危机的爆发。 邓特警告,当前美股市自1929年以来风险最大的市场。不同的是,1929年的泡沫不是全球性的,而现在一切都处于泡沫之中。 他说,包括股票,大宗商品,房地产在内,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泡沫爆破,即将发生的这场危机,是新的大规模经济衰退的开始。严重程度将远远超过2008-2009年的金融海啸。 山引号,他预计,这场美股大崩盘将在今年6月底之前来临。或许更早,预计标普500指数将跌至2100点。 较2020年3月的低位还要低,较近期高位则下设48%。 邓特解释,2008年的经济衰退,之所以最终没有变成萧条。 是因为货币放水的程度如此之大,让萧条得以避免,但这导致泡沫继续存在。 他指,不停印钞衍生一个更大的泡沫,而即将来临的衰退,将令经济陷入大萧条。 邓特表示,在推出这摩多经济刺激方案后,若经济最终崩溃,经济学家们将从无忧子的乐观,转为无忧子的悲观。 他们将认为美国会处于长达十多年的萧条之中,如同1930年代一样。 但他认为,最迟到2024年,经济萧条就会结束,在2023或2024年。 美国经济将走出困境,进入下个春天繁荣期。